在汐止的U-bike去年就已经突破了30站 28号汐止火车站停车场站也正式启用 成为第33个租借站 主要是因为火车站使用率太高 经常有民众反应没有车可以借 所以在一旁的人行广场再增加一个站点 方便民众来借用 在公园里的汐止火车站U-bike租借站使用率超高 再加上之前U-bike将这里当成转运站 里长就拿出照片表示经常车子就放了上百台 连架子都挡住没有办法还车 站住了公园通行空间也引起民怨 租借架上放的车子也变少 民众说经常借不到车 如果有的话会借 会没有车借吗 会没有车借 晚一点就没有车借了 跟U-bike公司提议 说全部放在公园那边 造成我们民众出入很不方便 然后经过我们双方的协调 就叫U-bike公司来这边 站前这边跟铁路局租借这个地方 第三十三个U-bike的站 那么本站有三十个位 那有可以放六十部的U-bike车辆 那由于那个北边火车站前广场 那个站使用力非常高 没有办法满足这个市民的需求 那么我们就在新开辟这个停车场站 所以一再反应之后 就在距离不远的矽壳路旁 走了一块人行广场空间 向台铁租用之后增设U-bike 细致火车站停车场站 28号正式启用 议员张景豪服务处也特地来关心 租借这个地方也是很方便 目前有多了 差不多可以多放三十几部的U-bike 让民众使用起来也很方便 坐过这下来就可以看得到 本站和广场的两个站加起来的话 可以方便我们搭火车的市民 搭火车的市民非常方便 这边停车也有非常观光 为了疏解民众的需求 细致火车站再增加一个站点 成为细致第33个U-bike出借站 30驻共可以放60部车 站点越多发挥U-bike市区 短程接驳功能 也便利民众骑程使用 这层慧林细致采访报道